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 标全了 这样就得到所有鱼领了吧 防御骑士哥哥 要放鳞片了吗 可莉 可莉够不着 嗯 好 不过不过 可莉也不懂这些 可莉相信你 你替可莉放肯定没问题 那么 鱼领我们来放 最后最重要的机关就让可莉安吧 好啊 好啊 终于要见到你了 嘟嘟大魔王 哼哼 显出人形 可莉 兴致真高啊 终于骑士哥哥 加油呀 可莉给你打气 可莉 可莉 你真棒 嘿嘿嘿 那接下来就轮到可莉了对吧 对 那边的机关就交给你了 好 嗯 可莉知道了 嗯 可莉 怎么了吗 可莉 可莉担心 可莉 这里面真是嘟嘟大魔王该怎么办 万一 嘟嘟大魔王不认同可莉成为嘟嘟可的家人 或者 或者万一可莉输给了她 那嘟嘟可就不能陪着可莉了 妈妈也会很难过 嘟嘟可是妈妈送给可莉的重要朋友 然后就 敢按了 由于骑士哥哥 能不能请你来帮我按呢 为什么呀 是啊 可莉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陪着你 人多势众 说的就是这种场面吧 不论是什么样的敌人 只要有我们在 就不用害怕 正好 我也想见识一下 这座岛上的敌人有多强 去吧 我在这里 大家 不要说这种话呀 万一嘟嘟大魔王 只是请可莉去她家有好商谈呢 又或者 对 说不定她已经承认了可莉 她会承认可莉吗 为什么不会呢 可莉非常认真 是 做得很好 真的吗 真的吗 那 可莉要上了 按钮 按钮 按 哇 哇 哇 嗯 哇 哇 啊 这是 等等 我都糊涂了 这是什么 整座岛 简直像是藏在能量罩底下的巨大礼物箱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哦 不去看看吗 嗯 要看 邪恶的红色女孩 你终于来了 我等得太久太久 实在是好无聊啊 你敢敢面对我 都都一族的统治者 都都大魔王 勇气可嘉 勇气虽然值得敬佩 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 哈哈 因为嘟嘟大魔王就是我 你的妈妈 艾丽丝 欸 妈妈 艾丽丝 是那个写提瓦特游蓝指南的人 可莉 还有陪同可莉一起前来海岛的各位 你们好啊 如何 这片海岛好玩吗 夏天的阳光和海滩 嗯 应该是个不错的假日吧 不用找了 我不在你们身旁 面前这台正在说话的机器 是我发明的爱丽丝留声机 用于传递妈妈的爱哦 哦 这可真是 哎呀 不会吓到大家了吧 抱歉抱歉 我家可莉喜欢玩各式各样的小玩具 哈哈哈 作为母亲的我自然要支持了 这些玩具一点都不小 妈 妈 啊 不能见面很可惜 但我会从远方留意着你们的一举一动 像过去那样守望着各位 竟然是艾丽丝女士 我 我大意了 啊 啊 也许各位会为这一切感到奇怪 为什么一个离家千里的母亲 要大费周章的建造这样一座水上乐园呢 叮叮 没错 我也亲自去过那座岛 对岛上古老的遗迹和特殊的地形很是喜爱 为了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份快乐 才做了这些安排 可莉的妈妈也是个非常自由的人呢 哦 呵呵 是不是有人在说我坏话呀 嗯 没有啊 她还是在监听吗 不 不需要这么麻烦 什么意思 可莉的母亲阿丽丝是一位极其神秘又近乎万能的魔女 千万别她惊讶 她就是这样的人 你们一定在想 那些信是怎么回事 那些船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些浮标能量照 嗯 其实我也觉得有些大费周章了 但只有这样才能把各位请来这里 不是吗 那座岛本就很有故事 原住民 沉船 神秘机械 无数巧合汇聚在此 要是不做些布置 岂不是太浪费了 让我猜猜看 收到信的各位应该都在吧 凯亚先生 狄卢克先生 雷泽小朋友 琴小姐 巴巴拉小姐 然后是可靠又聪明的小阿贝多 以及神秘的旅行者和他的好伙伴 派蒙 你们都是受我邀请前来陪伴可力的人 哼 谢谢你们 让这孩子过了一个不错的夏天 岛上的一切都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谢谢你们陪着他 不过等你们听到这段录音 我应该已经在别处旅行了吧 啊 旅行生活是如此匆忙又有趣 我问你们身旁那位旅行者就知道了 爱丽丝女士 是因为太忙无法陪伴可力 才做这些的吗 不是啊 妈妈就是这样的 各位 如果您此刻正在思考更深一层的用意 我必须得说 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之所以喜欢蒙德这座城邦 是因为自由 也正是我们母女的期望哦 我的愿望很简单 希望可力怀抱着好奇心与善意长大 只要她想 她就能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 原来如此 确实是爱丽丝女士的风格 抱歉 是我误会了 总觉得是好有性格的妈妈呢 哦 妈妈是最好的妈妈哦 妈妈 这次我们抓鱼 开船 游泳 玩了很多很多东西 大家都超级超级好 对可力非常温柔 下次你也一起来 我们再到这里玩 母女俩都是自由自在的精灵啊 夏天啊 说到夏天 我去那座岛时 刚好也是夏天呢 坐在沙滩上 倾听着海浪扶过脚背 发出的细响 就想到了你 可力 你是出生在夏天的孩子 是海与风送给妈妈的礼物 妈妈很感谢你的诞生 也想送点东西给你 于是妈妈在岛上做了些布置 把古老的遗迹改造成夏日游乐园 再用嘟嘟大魔王的名义 请你过来 《异世界传说》里 有过一座以金苹果为名的奇迹之道 它有多种化名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幻梦的想象 妈妈喜欢那个故事 也希望你能享受到故事中的美好之事 所以妈妈送你碧蓝的海水 珍珠般白亮的细沙 不可思议的乐园 和那些爱你的人 所以水晶才只有三块吗 花瓣般的浅红色 海浪般的浅蓝色 秋叶般的浅黄色 或许在爱丽丝看来 这片群岛就是天然存在的第四块水晶吧 位于大海正中 被植被覆盖的 绿宝石般璀璨的 夏之水晶 可莉 你和妈妈一样 是比普通人更长寿的种族 对我们而言 时间是一阵风 吹过便是结束 在如此漫长的生命里 父母不过是孩子人生的第一环 即使我们不愿分离 终有一日 你也会走上属于自己的路 可莉 妈妈会一直爱你 但除了妈妈 还有许多人围在你身旁 陪伴你的好友 教导你的老师 哪怕知道有蹊跷 也愿意为了你留在岛上的人们 夏天是属于大家的 无论生活如何变化 无论这一年发生多少事 夏天都不会消失 就像人们之间的爱一样 希望你从今以后 无论去往何处都不要忘记 世界上有那么多爱你的人 啊 对了 在家也要听阿贝多哥哥的话 妈妈会定期回来看望你们 其实啊 我一有空 就会偷偷回来探望可莉和大家 嘿嘿 谁都没有发现吧 还是老样子啊 爱丽丝阿姨 阿贝多这家伙 该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吧 嗯 时间差不多了 就先说到这里吧 对了对了 我做这些费了不少力气 你们一定要尽情的玩哦 那么各位 还有我的宝贝可莉 下次再见咯 妈妈再见 嘿嘿 大魔王就是妈妈 不知为什么可莉觉得好开心 不管是炸蒙多大门的妈妈 被关禁闭的妈妈 还是写奇怪的信给我的妈妈 可莉都好喜欢 不会 因为妈妈是最厉害的大魔女 无论在哪儿都陪着可莉 永远不会让可莉感到无聊 可莉最子就最喜欢妈妈了 嘿嘿 终于骑士哥哥 你喜欢可莉吗 可莉也很爱你 你要陪着可莉在这里玩个够 否则妈妈会觉得很可惜哦 我还有很多蹦蹦炸弹 还有都都可以一起 我带你去游泳 炸鱼 跟可莉在一起就是开心 喂 快来啦 别让可莉久等了 我们也快过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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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